是不是你又联系你前女友了 你还不承认 我怎么联系她了 你是不是又查我手机了 什么叫查 我就是看 没经过我同意 然后查我手机 看我手机 那天跟你朋友出去喝酒 把自己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是我去接着你 然后我刚把你收拾好 给你扶到床上 就来了你前女友的电话 我能怎么办 我把你叫你来接吗 那天我接了她的电话 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她可能有事需要找我朋友 有什么事需要半夜找你 12点多 我怎么知道 她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 她找我有什么 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 你上次告诉我 你给人搬家去了 你给谁搬家去了 给我朋友搬家呀 你什么朋友 你就是给你前女友搬家去了吧 你还打量我不知道是不是 她不也是朋友吗 翻手了以后不就当朋友不行吗 原来是这种朋友 那一个小姑娘在我跟起事 那我不是小姑娘吗 我不是吗 我现在在你心里就是母老虎了是吗 我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搬起事的时候我也想找你 你不在我身边 你在她身边 你需要我帮忙呢 所以你就帮她是吗 她从学校里面搬到外面 那么多东西呢 我帮她搬一下怎么了 主持人 之前你知道吗 我看她手机里面除了那天 那通电话以外 我查不到她和前女友的任何聊天记录 你知道我这种感觉就是 我知道她俩是联系的 我知道她俩是联系的 但是我看不到任何的记录 然后我就查她微信 零钱往来 你还不知道吧 我查到她和前女友 有大量的金钱往来 不是往来 是只有往没有来 你能跟我解释解释吗 我跟你说 她出去租房住 那一时没有钱 管我借点钱 我借她怎么了 借钱 主持人你信吗 每次转账记录 520 666 999 这是借钱的数吗 那她就管我说那520块钱 那我还问她为什么呀 那我给 她管我借520块钱 我给她转519 你就再问那些 那520是正常借钱 你说在座的各位 哪有借钱借520的 那她说520 我又查不到你的记录 那我就输了520 那就是数字就是520了呗 那她怎么不要250呢 别取闹 就是一个单纯朋友之间的借钱 行了 别说了 还说还好意思 她问什么还回什么呢 那你说是借钱 她还过你吗 我怎么没看到 我有来呢 那她现在一直在什么 租房子 一直付着亚金 一直付着房租 我一时没有钱给我而已嘛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要那个钱呢 你是不是就觉得无所谓了 那我又不是现在一时缺钱 我要缺钱的话 不就管她要了吗 你不缺钱 你不缺钱 你跟我说什么兼职 我没事 你说我出来了 每天 每天 没黑天 没白之后你去兼职 我每次找你 你就跟我说你去兼职 又又这又那的 我去找你都不理我 那你说我兼职 你说你兼职呢 当初在一块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我不喜欢你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钱 我没有前男友寄我钱呢